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4日星期五的下午 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我是老徐 我相信 这个星期大家的感觉 都是觉得非常沮丧 但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这种沮丧的情绪 要维持一段很长的日子 正如 我在11月25日的《徐时论》 题目叫做 《宣布了!法官要爱国! 搞定律政司!下一站法庭》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这么说的 现在香港的抓捕和审判 可以说是无日无知 所以有关大抓捕的评论 随时可以做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 一直做下去 今星期又有一批政治意见者被捕、审判 甚至逃亡海外 在12月2日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前成员周庭 以及前主席林朗言 被指在去年6月21日 参与包围政总 被控煽惑、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 他们三人早前已经先后认罪 所以 裁判官黄思丽判黄之锋入狱13个半月 周庭入狱10个月 而林朗言被囚7个月 并且不准满刑 这个判决一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用不需要判得这么重? 三个年轻人 都是为了香港好 而不是为了私利 而且他们已经是认罪 截散了很多法庭的时间 但是很明显法官黄思丽并没有将这些元素列入判刑的考虑里面 同日12月2日浸会大学处理会长方仲言 被超过20名警员上门拘捕 指他妨碍司法公正、拒捕和藏有攻击性武器 方仲言涉及在去年8月6日 在深水堡被警员截查时尝试逃走 警方制服了他之后 在他身上搜出10支高功率的雷射装置 以及拘捕了他 当时方仲言拒绝警方保释安排 并且获得暂时释放 在接近一年龄4个月之后 警方才作出拘捕 如果大家多看电视剧有关法庭的话 也会 如果警方过了这么长的日子 才将案件交给律政署的检控官 检控官也会托捕他 你用不需要手振手这么久? 如果托捕上法庭的时候 甚至法官会怀疑 这么长的日子的检控会不会对被告不利? 但是现在究竟我们的法庭会不会考虑这个因素? 过去似乎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 警方花了很多时间 很长的时间才提出检控 在同日的12月2日 警务处国家安全署在傍晚落案 控告一传媒老板黎智英 财务总监周达权和行政总监黄伟强 共同干犯一项欺诈罪 在第二日12月3日提堂 黎智英不获得安排保释 立即还压监房 而且要到明年4月才审讯 12月3日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智即快别 被控串谋发表煽动文字等14项罪名 这是较早之前已经检控他了 但是较早之前 控方指这个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4条 申请将这个案件交由指定的法官处理 12月3日就是要判这件事了 原审的区域法院首席法官高敬修表示 为了避免月权争议和出于行政考虑 决定交由国安法的指定法官陈广池处理 于是又再排期 排期到哪里? 排期到明年5月审讯 快必在今年9月6日被捕 亦被拒绝保释 立即还压监房 坐牢到现在已经接近3个月 在不获得保释的情况下 快必要总共坐牢坐到接近9个月 案件才开审 同日 12月3日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宣布逃亡丹麦 并且退出民主党 我单单将这两天发生的 拘捕、审讯、逃亡的新闻事件 简述一片 已经用了接近5分钟了 还不算我没有说一些仍在进行中 或者发展中的一些异权案件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一种 叫做拘捕检控的新模式 就是首先用国安处立案 拘捕 然后用这个案件有机会发展至港区国安法为由 要求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4条 由指定法官审理 然后这个指定法官又会因为案件有机会 抗展至港区国安法 所以不批准被告保释 于是变成了未审先筹 这件事就解决了过去政权很不喜欢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辛辛苦苦捉了一些人回来的时候 法庭又放了他 现在这个情况似乎能够解决到 就是不要说放了他 还是扔了入监仓 坐了监 我们来看看黎智英的案件 黎智英和另外两名一传媒高层被控欺诈罪 这件事似乎不涉及国安法 但是除了黎智英之外 其他两名被告都获得保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控方表示 黎智英还涉及其他港区国安法的控罪 指定法官苏惠德认为 黎智英有潜逃及再犯的风险 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橫压后顺 快逼的情况也是这样 他被控串谋发表煽动文字等14项罪 其实不是用港区国安法检控的 我之前一辑也说过 就是这些如果你要用国安法检控 他所谓的煽动文字 是一定要结合所谓的外国势力 所以很难用国安法告的 不过控方又坚持 不排除案件会发展至涉及港区国安法 于是原审的区域法院的首席法官高敬松 同意推出 改由指定法官陈广池处理 不过这必须补充 快逼在9月被捕的时候 已经不获保释了 说到这里 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保释权 第二个是指定法官 这里我们先讲讲保释权 保释是被告在未被定罪之前的应有权利 被告不应该在审讯的过程中失去人身自由 事实上人身自由是人权的重要保障 所以根据普通法的无罪推定精神 法官一般都会批准被告保释 甚至保释金不会定高到一个地步 被告支付不起 以免剥削被告的权利 在什么情况下 法官会不批准保释呢? 就是被告被控一些很严重的罪行 一经定罪的惩罚非常重 所以被告就有很高的风险潜逃 第二个原因就是 法官有理由担心在保释期间 被告会骚扰重要的证人 主于第三个原因就是 法官会担心被告在保释期间会继续犯罪 所以一般来说 连环杀手或者强奸犯会不获保释 法官现在不容许黎智英和快必保释 是因为控方提出反对 声称他们两人有很大潜逃的机会 而法官又采纳了控方的要求 其实根据香港条例第221章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D条 法官可以有很多方法去批准被告的保释 而防止他们潜逃 包括第一 须向法庭交出任何护照或旅行证件 第二 不得离开香港 第三 须向法庭所指明的警署或总督 突派廉政专员公署办事处报道 现在还是总督呢? 法例有没有改呢? 第四 须于指明的地址居住 并向法庭所指明的时间逗留在其内 第五 不得进入法庭所指明的任何地方或住处 第六 不得进入法庭所指明的任何地方或处所某一距离的范围内 第七 不得直接或间接与法庭所指明的任何人接触 第八 或任何代表他的人或他本人连同任何代表他的人 虽将一笔法庭规定的合理款项存放于法院 但此举目的只是可视为确保 获准保释的人 会按照法庭的指定归额 现在我们翻查资料 与国安法相关的各个被告均不获得指定法官批准保释 除了快必和黎智英之外 首名国安法的被告叫唐英杰 在7月1日一直被关禁至今 唐英杰在今年的7月1日 驾驶插有光復香港时代革命旗次的电单车 涉嫌在湾仔阿布莲道近謝菲道 撞向正在附近执勤的警务人员 而唐英杰被捕后一直被警方扣留 再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的煽动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罪 成为首中港区国安法的被告 虽然这个案件其实还未开審 但是唐英杰由事发当日至今一直遭拘留还押 而处理这个案件的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惠德指出 他说 考虑到港区国安法第42条 及被告有不依其归鸽的风险 拒绝被告保释 而唐英杰后来也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 以及人身保护令 也是失败 更加要向政府支付重费 这种不获保释以至坐冤枉监 或者坐突监的情况 其实过去在政治检控的案件当中是时候发生的 譬如好像在反送中运动期间 这个叫做丫叉弹珠包火案 案中有示威者被律政司以企图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起诉 还还押了荔枝角收押所长达72天 才获得撤控 而事主事后受访时表示 因此而患上焦虑症 黄之锋也因为在2014年冲击公民广场案 在2017年曾经被上诉庭判他即时入狱6个月 到10月24日才获得保释出外等待上诉 但即使在第二年2月获得中审法院裁定无需入狱 但也已经在逼屋情教所坐了69天 在维护人权、无罪推定和弃保潜途上 香港法院究竟是偏向哪一边呢? 根据英美普通法的精神 理应以维护人权和无罪推定更为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指定法官 这件事由人大为香港立的港区国安法的特有要求 根据《国家安全法》第44条 行政长官应当在各级法院指定法官负责处理 与《国家安全法》有关的案件和上诉 这条款一出 法律界就嘩然 就说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案 是不是违反了《基本法》有关司法独立的要求呢? 会不会出现了行政长官指定的所谓听话的法官 或者有保守倾向的法官 使得被控违反《国安法》的人更容易入罪呢? 现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还未有一宗涉及港区国安法正式进入审讯期 而被告唐英杰 以及有机会被告而涉及其他案件的人 例如黎智英和快必 会不会因此坐冤枉监 或者坐特监呢? 有关指定法官 其实香港首席大法官马道立 曾经在今年7月2日 即是港区国安法通过的第二天 发表了一篇声明 声明里面是这么说的 指定法官及相关的法庭运作必须符合《基本法》的规定 这一点是至为重要 因此 举例说 指定法官只能包括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而任命的法官 故此 所有指定法官将来自司法机构的现任法官 这已经在《国家安全法》第44条定名 按照《基本法》第88条 而任命的法官都是根据由中审法院首席法官 担任主席的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 由行政长官作出任命 这个安排在香港一直沿用已久 这一点 马道立想说 这件事都要按照《基本法》去做事 要有现有的法官当中去挑选 你不要突然间在外面插入一些所谓的 不是现有系统里面指定的法官 好了 他们也这么说 另一相关《基本法》条文就是第92条 正如行政长官近日清楚表示 指定法官跟所有法官一样 其任命必须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 这是任命法官时需考虑的唯一准则 这也表示 法官的指定不应该根据任何其他因素 例如政治上的考虑因素 这个做法巩固了一个原则 就是法庭在处理或者裁定任何法律纠纷时 只会考虑法律和法律原则 马杜律说 指定法官不可以根据政治偏向而指定 只可以根据法律 而他们的审案也只可以根据法律 而不能根据他的政治倾向 这是一个善意的愿望 我们觉得 好了 第三 他也这么说 他说在考虑个别法官是否适合 和指定时 必须考虑所有法律上的反对原因 你还要考虑其他人 可能指定法官有人会反对 不过很奇怪 现在香港人不知道 那六名的指定法官是哪几名的 直至到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然后才知道原来你是指定法官 所以究竟现在马杜律所说 在考虑个别法官是否适合 获得指定时 必须考虑所有法律上的反对原因 例如第44条所列出的反对原因 或者任何基于偏颇 或合理地吸引人偏颇的观感 而提出的反对原因 或者其他法律上的反对原因 OK 即是说马杜律说 其实应该 如果这个法官过去有些行为 被人觉得普遗的时候 是可以提出反对的 好了 还有一点 他说 有关案件的排期处理 委派哪一位或者哪些法官负责处理案件或上诉 哪由相关级别的法院领导决定 这些事宜全然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范围 简单来说 现在有六个指定法官审理港区国安法 但是马杜律的意思就是 由哪个法官去审 都是要由现有法庭的主管去决定 不是由777指定 你审这个 你审这个 不是这样的 马杜律的声明是要根据《基本法》 指明一些有关指定法官的安排 不能够超出《基本法》的原则 但问题仍然是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做《指定法官》呢? 是不是因为审理港区国安法需要的 不是所有法官拥有的特殊法律知识呢? 就是说有些法官是没有这个特殊知识的呢? 马杜律在声明当中就没有提出 普通法叫做《普通法》 为什么叫做《普通法》呢? 就是因为法官靠的不仅是法律知识 也要靠常人的《普通法》 难道《港区国安法》是超越常人的《普通法》呢? 许智峰的逃亡 或者可以看到当中的uncommon sense 最后我祝愿我的旧老板 也是我的mentor黎智英 一切安好 大步难过 也祝愿快必和唐英杰一切安好 天佑香港 拜拜